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我们注册完淘宝以后呢 接着各位还记得吗 如果你想要在淘宝上面买东西的话呢 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可以用信用卡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就直接用它内部的一个支付宝 什么叫支付宝呢 就是国内最近吵得很热的 第三方支付 你买的东西呢 钱会先到第三方 也就是公正机构里面 钱会先进去里面 进去里面以后呢 等你收到东西以后呢 再跟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机构呢 跟他说 我东西收到了 这时候他才会把钱呢 拨给这个卖家 也就是保障你自己的权益 那为什么当初的淘宝会有成立这个呢 因为大陆太多假货了 大家都不敢买东西 而且他强调的就是 如果你买贵了 或者说你拿到东西有瑕疵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做 做申诉 做申诉呢 对方卖家还可以把钱退部分给你 甚至把钱退给你 好那注册完成以后呢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这时候你的收件夹应该会收到 OK 我们在垃圾邮件里面发现 淘宝其实他的信 我不想把它变成垃圾邮件 所以我们刚进来这以后 各位把它点选 非垃圾邮件 接着呢 这一封你已经注册了 成功的邮件 一样 非垃圾邮件 这时候我们以后呢 都可以在收件夹里面看到 淘宝寄过来的讯息 那当然 马上呢 各位也会发现 以前呢 要注册一个 要申请注册一个 支付宝的一个账户呢 你一定要到 可能要到中国大陆去 的银行呢 申请一个 申请一个户头 才能够把支付宝连结在一起 才可以真正启用 那个时候捷克老师 是用这个方法 但是现在呢 不用 不需要这么麻烦 它马上会告诉你 你可以马上获得了一个 支付宝的账户 这时候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各位呢 立即登录 来看看怎么用 好 立即登录里面呢 因为刚刚 捷克老师已经登录了 淘宝网 所以呢 这时候他会直接 帮你侦测出来 那侦测出来呢 你就点 进入支付宝 好 登录以后呢 他会跟你说 你的账户不完整 你如果想要用它的功能呢 你就需要把你的内容全部都填写完 但是各位请小心 为什么呢 上面写的是中国大陆 这边呢 企业用户中国大陆 我们在哪边呢 个人户头 港澳台跟海外 所以请点选这边 避免你做了白宫 好 这时候呢 请把支付宝 的密码打进去 那当然这个密码 能不能跟淘宝网一模一样 不行哦 你待会可以自己试试看 他会告诉你呢 不能跟淘宝网的一样 因为这是一个叫做支付密码 也就是呢 就像各位在台湾申请了银行以后 有所谓的 你要真正付款的时候 登陆网络银行一个密码 甚至要付款的时候 还会有另外一个密码 是应该的道理 好 接着呢 安全保护问题 这边呢 你可以自己挑一项 好 真实姓名 真实姓名这边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未来 想要去中国大陆 开一个银行户头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都用简体 所以你可能需要 真实的名字 就需要用简体 那怎么用简体呢 各位可以把Word打开 Word打开以后 这时候呢 就把中文名字打进去 那当然 这个名字 建议各位 不要打错了 因为你打错呢 包括你支付宝 后续我们要讲到 支付宝要把名字打进去以后呢 接着 请使用 Word里面的一个功能 那Word 好 在教育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繁体转简体 先把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再把它复制 再把它贴到 这边来 贴过去以后呢 国籍跟地区 请设成台湾 好 性别 以及职业 好 你的地区 台湾的哪一个地方 输入完 按完确定 这时候告诉各位 你已经把所有的申请流程 包括支付宝 包括可以让你安心购物的所有东西呢 都已经完成了 都已经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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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